钢铁侠真的不会随便接别人递过来的东西吗 或者说你知道钢铁侠接过多少人递过来的东西吗 细节一 在钢铁侠一中 罗德上校给托尼颁奖 这时候罗德递给托尼奖杯 托尼接住了奖杯并且还递给了别人 细节二 托尼和罗德在飞机上市 托尼接过了空姐递过来的热毛巾 细节三 托尼在山洞逃出来后 想吃一个知识汉堡 在新闻发布会门口 托尼接过了哈皮递过来的汉堡 细节四 在托尼家里 托尼拿走了铁巴王递过来的披萨 细节五 在慈善晚会上 托尼接过了一位美女记者递过来的照片 细节六 在钢铁侠一的结尾 托尼接住了科尔森递过来的演讲稿 细节七 在钢铁侠二中 托尼开生日派对前 接过了寡姐递来的香槟盒手表 细节八 在托尼创造新元素的时候 接过了科尔森递过来的美对盾牌半成品 细节九 在钢铁侠二的结尾 托尼接过了尼克弗瑞递来的文件 细节十 在钢铁侠三中 托尼接过了小男孩递过来的报纸 细节十一 在美国队长三中 托尼接过了黑人母亲递来的照片 细节十二 在复仇者联盟一中 托尼接过了小辣椒递过来的笔记本电脑 细节十三 在复仇者联盟二中 托尼接过了雷神递过来的平板电脑 同时也拿过来班纳博士手里的文件 细节十四 在复仇者联盟四中 托尼穿越回了过去见到了父亲霍华德 并从父亲手中 接过了手提香和鲜花 以上就是漫威电影中 钢铁侠接过他人东西的所有细节